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省区4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我到下个月到山东工作四年 我现在快四年了 通过这四年的实践 我刚来的时候 有的同志在山东工作的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从杭州调到山东 到在济南 他说你做好思想准备 到济南工作 那你每年要多吃两到三块砖头 这个粉尘灰尘比较大 但是这几年实事求是的讲 15年的冬天到16年的春天 16年的冬天到17年的冬天 17年的冬天到18年 18年到19年 四个冬天春天我都经过了 济南的天气 一天比一天好 一年比一年好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我们叫蓝繁天气的指数 已经从奢侈品变为了日常品